我很好并不表示一切顺利 我很好是因为有你们 所以我就 我就更有力量 可以去面对困难 我跟每一个人都一样 你们会生气我也会生气 只是 我可能 气得比较短一点吧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事情 我无能为力 记得吧 我们在讲我的事 别人的事跟老天爷的事 那我的事情就是 focus在我能有所为 有所改变的地方 所以你会听 就 现在所有的 我讲出去的话 现在都要回过头来 这个 回过自己身上 就是不要抱怨 不要抱怨 你觉得哪里不好 你就去做 不要抱怨 抱怨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自己 从我的头脑里面 创造出来 心理法则 所以 thank you 为台湾加油 谢谢你们 整个就是这个 就是以前我就是为了 我的家人 我的学生 我的朋友 我的工作伙伴 那现在 现在 养 两千三百万人 我那时候跟我女儿讲说 妈退休了 我从做妈妈的那个角色退休了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啦 啦 她就说 你现在 你女儿更多了 你儿子更多了 对 因为我们常常在开课嘛 所以她就说 你看你现在 你没有退休啊 你孩子更多了 结果这会儿 嘿 好 爱你啦 你懂齁 嘿嘿嘿 嘿嘿 Yeah 你懂 谢谢 OK Thank you 那待会儿 我今天没有做太多的回应 然后 其实现在离选举还很远啦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这次需要这样子起跑的话 其实这场仗不会那么快打 所以大家本来是可以更清闲一点 那 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我自己有好多好多东西需要学 Which is good 其实我 我的一个朋友就在没有多久之前 因为我本来是说 OK 好 我想要把我这个明年的计划扩大一点点 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在 我真的去看了很多国外的 像我们这样的想要coach 用一个新媒体去coach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我真的已经花了 你们跟我在一块你们知道 我已经花了好大一圈去看了一圈 就是别人国外是怎么做的 我都心里面想要这样做 然后那天有一个国外的朋友来台湾 然后我就请教他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些什么 那他就看着我的眼睛 他说你应该做大一点的事了 就是说你你现在手上在做的这件事情 你已经驾庆就熟了 你要跳脱你的舒适圈 你要你要做更多一点 那那时候只是在想教课这件事情 但是那句话真的就在我的脑海当中不断的绕 所以当一切我们达成目标的时候 当我们达成目标的时候 那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做 有好多事情要做 有好多计划要做 好多事情可以实现 所以这是我的心愿 那我们一起前进 OK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 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人 OK 简单讲起来 就是让自己各方面都能够更加提升 身心灵提升 然后家庭环境工作更好一些 OK 那我也在学习给我一点点时间 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因为一切 你知道对我来说感觉上好像好久 事实上只有一天而已 因为在昨天以前 我是什么都没有想太多 昨天以前真的什么都没有想太多 就是觉得说 OK 这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 我这边想 有意义 这边想 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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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可行 所以真正的要学习了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这一趟旅程就是一个学习 我要学 我要学人性的善 我尽可能 我真的尽可能看到人性的善 对我来说以前都很容易 我要看人的善 非常非常不容易 非常非常容易 那现在反而是你接触的人多了 情绪可能会被共振的地方就更多了 那我有这么不习惯冲突 因为没有冲突 生活当中就是彼此 大家都很尊重彼此 你想做你的 可以 你说你的 可以 我做我的 可以 我们俩意见不合 没关系 不一样 没关系 我不会羞辱你 你也不会羞辱我 我们就是一个两个不同的意见 然后一加一 其实是很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更大的可能性 那个是我的逻辑 那个是我的逻辑